台湾纺织在国际大放异彩 专业人才需求量大增 美商银行与纺织所携手合作 自去年8月打造纺织快速就业列车 帮企业与年轻人快速找到纺织业相关工作 如今4个专班完满达成任务 接讯率高达9成 就业率达7成超过预期 可以说是开创了台湾纺织业新的预裁方式 纺织快速就业列车 赞 纺织快速就业列车第二期成一班 9月底近40位学员毕业 也宣告为期一年的纺织业 除备干部培训专班计划 圆满完成 共4个专班超过150位学员 在纺织快速就业列车的帮助下 进入纺织产业 不只就是理论学到 连10座都有让我们参与到这样子 很少有这种一个半月的密集 就是基数课程 从教育训练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 算是一个新的改变 就是学员在进入这个公司之前 他能够对这样子的行业 仿织跟诚意领域 已经有一个初步上的认识跟接触 藉由这样的课程的训练 能够接续下去 马上可以派上用场 起动 按 为协助失业或转业的年轻人 进入纺织产业 能快速正确找到适合工作 同时帮助业者找到优秀人才 美商银行与纺织综合所合作 打造免学费 速就业 与人才的纺织快速就业列车 去年8月正式启动 初期招收150位年轻人 进行一个半月的密集培训 四个专班截训率高达九成 就业率达七成 上了这个课程以后 就更让我坚定知道 就是说台湾的纺织业 其实不但不是西洋产业 它甚至像是一个高科技产业 因为我们的制造的方法跟流程 全部通通都已经走向 办自动化自动化了 在这个课程 它有架构式的学习 那到最后面的时候 它其实它可以帮大家 就是媒合很多的厂商 帮助都是很大的 透过课程了解台湾纺织业优势 四个专班分别为成衣班和纺织班 内容包括纺织相关基础课程 实作体验 造访纺织场了解实际流程 不仅帮助学员迅速了解 产业脉动 更加速纺织业者精准找到人才 之前已经透过另外一个班 很顺利的招收到两个人了 我觉得真的是蛮省实 毕竟它已经可以快速缩短 学生对纺织业可能不只是 只有什么西洋工业那种很传统的概念 我觉得帮助还蛮大的 因为其实在找这样的一个成衣产业的人才 美商银行与纺织综合所合作的 纺织快速就业列车 开创台湾纺织业新的育裁方式 吸引台湾纺织大厂踊跃加入 包括巨洋 如红 南伟 蓄荣集团 国纺 昆州等27家厂商 以行动表示肯定 慢慢的其实要走向一个更创新的发展 从纺织所跟业界的连结 可以让他们结束了这个课程以后 直接进到职场 这个是一个最重要 对他们最直接的帮助 透过教育训练 能够吸收一些新的人员进来 这是目前业界所期待的 我们也透过这样一个方式 有一个新的尝试 新的成果 未来也会朝着这个方向 持续再努力 行驶一年多的绑织快速就业列车 我们达成任务将酝酿更多能量 期待下次起航时再相见